淡水渔会为了要将文革文化保存下来 连续两年特别举办文革争执放流活动 而今年再投放了110万颗 要让淡水河已经有百年传统的文革文化传承下去 淡水河口生态丰富 水质沙质都相当适合文革苗生长 每年5到11月淡水河口总会有相当多的渔民乘坐扇板出海 利用简单的渔具捕捞文革形成爬文革的特殊文化 前几年面临文革量奏减 连续两年淡水区渔会举办文革争执放流 今年再投放110万颗 要将淡水特殊的爬文革文化保存下来 去年经过放流文革这个富裕的动作以后 我们7月到10月渔民捕捞的数量增加了两至三倍 一天捕捞的数量有差不多三至五百台金 增加渔民每天固定的收入 然后我们今年由我们市政府那个农业局渔月处继续补助我们 110万颗那个文革继续野放 希望今年的成效也会跟晚年一样 富裕成功然后带动地方渔民的那个生计跟收入 随着文革的产量减少河口爬文革文化也逐渐消失 淡水区渔会找寻文革减少的原因也与市府农业局来合作 以淡水原生文革育苗去年投放100万颗 今年文革产量又大又好 因此今年再度放流110万颗 并邀请民众一起来见证这个富裕时可 我刚好在FB看到然后我就想说我住淡水吗 就跟老公赶快早上就过来了 刚好有报名到这活动很高兴很兴奋 谢谢 今天放流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觉得说 看到这个小蛤蟆真的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需要推广 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推广 你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在这边可以放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刚才那个船长有讲说不是有那个鳗鱼吗 那我们淡水的鳗鱼它是要往上游 结果那个渔民来这边拦截它 所以不会听到这些小故事 特别选在鲜鱼鲜血的推广活动当中 安排文革苗放流与金滩 在推广东岭渔获的同时 也要展现渔业富裕及渔获永续的理念 期待稳定淡水河口的文革产量 要让淡水河已经有百年传统的爬文革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廖平函 淡水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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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